Hello 大家早上好 现在我去补拍一下 前两天拍了那个T63的视频 然后这个case应该就算结束了 哦 终于搞定了 哎 我觉得瘟尼膜牛真的是太少了 Like an angel I've fallen 其实瘟尺早期的一些产品 他们最经典的一个挂挡式的方法就是 在 叫什么 怀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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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盘右侧 怀挡就感觉是放胸前的错 叫怀挡 这个中控的设计传承了奔驰一向的 这个中控的设计 这个中控的设计让人感觉非常经典 传承了奔驰一向的设计理念 低调 内敛 相比于这台车外 没事 重新来吧 早早改 插速锁就是可以通过一些设置 把四个轮子锁成一定的速度 嘴打瓢了 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我想这台车还有一个让人忘 这台车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特点 我想作为一台硬派越野 我等一会吧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台车型呢 当初最开始还是 最主要理由还是比较担心这边的极端天气吧 然后我想就是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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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看它怎么办 那你这个看你怎么办 我不能看你 我看这个 然后我看镜头 我看我背后 你一说话我就想笑 好 好了 刚刚介绍了这台C63之后 我想 什么C63 我看 好了 刚刚介绍完这台车之后 我想大家对C63已经有了一个一定的了解 但是这台车真正在生活当中开起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很有幸的请到了 什么 说什么 说什么 你就说我们 但这台车日常怎么样 欢迎你 让我们有请到车主来给大家解答 刚刚介绍完这台车之后 我想大家对这台车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但是这台车在日常开起来会怎么办 怎么样呢 我们请到了车主为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哪就是我说问题是吧 你就不问 你不是要打招呼吗 不是已经是打完了 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 你卡掉吧 现在大家有 你不要看我的过瘾眼神交流 我不知道 好的 我看那会儿 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年你为什么 当年 当初是吧 当初 我相信网友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当初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台车呢 对 当初选这台车的理由 不对 我问完之后能不能出镜 我怕我崩崩崩会笑 好 好 好 你的采访那段话可能 对 你直接同意来一下 嗯 但我看我写的感觉 我有点忘了 我们又不是演员 其实就是在演啊 简单点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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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